辣未己第21章 上主对梅室说 尼当分是亚郎的儿子师祭说 师祭不应为族人的尸体陷于不结 除非为骨肉至亲、如母亲、父亲、儿女、兄弟 未出嫁而认为储女的姊妹 为他的尸体,师祭可陷于不结 但师祭不可因为身为丈夫 而为因亲的尸身,陷于不结,涉毒己身 师祭的头发不可剃光,鬍鬚的边缘 不可修剪,也不可纹身割伤 他们对天主应是圣的 不可涉毒天主的名号 因为是他们奉献上主的伙制 作为天主的公物,所以应是圣的 师祭不可娶妓女和受电污的女人 也不可娶为丈夫离弃的女人 也不可娶为丈夫离弃的女人 因为他是足性于天主的人 所以你应以他为圣 因为他把公物奉献给你的天主 他对于你应是圣的 因为使你们成圣的我尚主 是圣的 若师祭的女儿买淫 涉毒自己,他是涉毒自己的父亲 应用火烧死 兄弟中身份最高的师祭 头上的倒过姓游,又被捉姓穿了制衣 不可披头散发,不可撕裂自己的衣服 不可走近死人的尸体 也不可为父亲或母亲的尸体 而陷于不结 也不可走出圣所 免得涉毒天主的圣所 因为在他头上有天主富有的神恩 我是上主 他应娶妇女为妻 华虎,弃虎或受玷污的妓女 这样的女人,缺不可娶 只可娶本族中的妻女为妻 以免涉毒本族的后裔 因为那是他成圣的是我 上主 上主分事梅室说 你告诉亚郎说 世世代代你的后裔中 凡身上有缺陷的不得前去 向天主奉献公物 凡身上有缺陷的不准前去 不论是眼核,脚壁,残废,畸形的 或是断脚断手的 或是驼背,矮小,眼生白矮 身上有麻疹或闪戒 或是高院破碎的人 亚郎施制的后裔中 凡身上有缺陷的不得去奉献上主的火制 他身上的有缺陷 就不应给天主奉献公物 天主的公物 不论是智圣的或圣的 他都可以吃 却不可进入仗宛后 或走近祭坛前 因为他身上有缺陷 免得他洩读我的圣所 因为使他们成圣的是我 尚主 梅室就这样分是鸟鸦郎和他的儿子 以及全体以色列子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